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就是牙齿 如果人体内的钙质流失的话 牙齿的坚硬程度就会因此大大降低 进而牙齿对于食物的吸附能力也就更强 这样就会造成色素的沉重 牙齿就会变黄了 第二种原因是饮食因素 哪些东西会造成牙齿的发黄呢 首先 在红茶或黑茶这些茶叶当中含有大量的多分类氧化物 如果长期饮用茶的话 很容易让牙齿变黄 红茶当中含有的茶多分氧化物是最高的 而黑茶位居于第二 福尔茶和大卖茶当中含有的多分氧化物的含量是最低的 因此大可以放心饮用 其次 可乐当中含有的成分是糖浆和二氧化碳气两种 如果人喝太多的可乐的话 那么就会让糖分全都沉着在牙表面上 这样就会让牙面的颜色变黑 特别是深色的可乐对于牙齿的损伤又是最大的 而橙色汽水位居于第二 相对来说 颜色越浅的饮料反而会越安全 再者 咖喱当中的姜黄对于牙齿的染色作用几乎是不可逆的 因此 咖喱是名副歧视的白牙可星 如果真的是对咖喱情有独钟 那么不妨选择染色能力最弱的绿咖喱为好 尽量避免吃红甘鱼和黄甘鱼 好了 朋友们感谢关注这次常识 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